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今天有空 然后过来我朋友这边 他想卖掉他那个老车 因为他现在做生意就大了 他想换一部更大的车 这部比较旧了 11年的车 现在已经有9年 差不多10年的车了 他都想卖掉 他说5000块 如果我要的话就卖给我 他说5000块 因为我平时大家都懂了 我没有说的 平时出去拍视频的话都是 都是洗的电车 下雨天啊 或者是冷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冷 所以我也想过来考虑一下 等下详细的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觉得能不能买 大家比较熟悉的车 因为我本身的话对时候也是一点都不熟 那这个车的话是小了一点 也旧了一点 但是价钱的话跟新的普通摩托车差不多 如果像我拍视频的话 这个就比摩托车电视好一点 看到外壳的话还不错 等下就看那个发动机啊 这方面怎么样了 我相信 我看一下 现在你开一下那个发动机看一下怎么样 现在就看到这个他的发动机了 那这个漏油啊还是什么有点湿啊 也不是漏油 是旧的就这样子啊 是有点顺 顺油啊这种不是漏油啊 顺的一点旧啊 是崇幸散的是吗 崇幸立凡 崇幸那边的质量还不错 现在的话就是想买新的了是吗 我现在的话就 有可能买的话我就买下来 平时出去拍视频的话就 不怕那个供税雨淋了就好一点 质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是吗 我开最高时速还可以开到100吗 100一定还可以啊 你是拿来拉货了是吗 对啊拉上啊 拉上啊有老家人 我平时你拉货的话也可以 把那个做完卸上来然后就可以中货了是吗 那也可以啊就可以两用 七八百元都可以 那可以两用不错 我只要听到他声音还有没有什么漏油这些 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 我对这个小蛇发动机也不算很熟 那等一下的话就坐上他的蛇 看一下启动的时候 关档的时候和加速的时候 有没有异常的那种声音 那本来的话我是想让 找些偏僻的路然后开到100 那试一下看加速的时候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但今天的话就比较晚了 等下他要去接这个小孩了 所以只能够改天了 那现在这样开到四五十的话 就没有发现声音有什么异常了 也比较静算比较静了 洗步的时候也不抖 摆上来的话我要重新购户才得到是吗 要购户给我 要去上户 用你的牌你也放心 就要多少钱了一般了 那大家觉得这个五千块这个车怎么样 那本期视频也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